作为建立交易体系的系列视频,本视频将助教许多朋友关心的问题之一,如何去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的基础理论知识,希望能对出入市场的新朋友,日后搭建自己的交易系统,能提供一点小小的借鉴,那现在点个赞,接着看。 本期视频内容建议收藏,值得新手,反复阅读,很多人总感觉为什么交易学起来如此艰难,答案很简单,因为交易世界充满了互相矛盾的理念,想象一下,你阅读了两本经典交易书籍,其中一本强调价值投资,告诉你要在低点买入,而另一本强调价值分析,教你应该追随趋势,这种矛盾让你感到困惑,不知道如何下手,以交易系统为例。 有的系统是主观的,鼓励你在价格最低点买入最高点卖出,有的交易系统是被动交易系统,必须得见到信号才行动,见到信号才出场,这种互相矛盾的观点似乎无法调和,你是否也感到了矛盾之处,觉得每种方法都有其道理,都想尝试。 事实上,在交易中,你不需要学习更多的方法和理念,相反,你需要进行减法,将你学内容从三个缩减到两个,再从两个变为一个。 这意味着,你需要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,并坚定的遵循这个系统,只有系统才是关键,构建一个清晰有条不紊的系统,然后坚守。 这个系统只指成功,如果你一直犹豫不决,一直想要尝试不同方法,那么成功将变得遥不可及,所以在交易中建立自己的系统是最关键的,毫无系统的交易长久来说,几乎是毫无胜算的。 那接下来首先说明一下一个实战中,完整的交易系统是怎么构成的,首先解释一下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,然后说明一下整个构建的过程,任何交易系统实际中的操作,简单点说就是买卖平仓,也就是建仓与平仓首个完整的交易系统,就是这个行为的扩展以及相关标准的制定,将这个行为更加具体化。 所以说呢一个完整的交易系统,最终要做到的就是对建仓,止损止盈,平仓,还有仓位的设定去建立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,而且构建这个交易系统的过程,也就是这个标准制定的过程,听起来很简单,只需要去制定一个标准,对吧? 但在实际当中呢,需要去投入大量的精力,这是99%的人都没有做到的,然果你能做到,那你就离目标比大多数人更接近一步,首先第一步选择一个基础的交易理论,无论是什么维科夫理论,倒是理论,波浪理论,均线战法,洛K战法等等。 无论你是从书本上,还是从网络中获知的去通读,它建立一个你对这个理论基本的了解,相信我,任何一种方法学到的尽头,都是足够每个人在实战当中去使用的,然后第二步,基础复盘,首先呢从实盘中过去一段时间的盘面里面去寻找,符合你上面找到的那个基础交易理论的图形走势,建议是至少要有一百个图形,然后呢,从这一步开始,你就要投入你的很重要, 很多经历了,需要把每一个符合方法的图形走势呢进行分析,然后把你自己的方法带入其中,建立你对这个方法的理解,在这个过程中呢,你要去寻找最初的建仓点位,平仓点只应止损,并对其进行总结,如果你总结了一百个以上的,那么你一定会找到一些共同点,把它记下来,这个非常的重要,因为它将是你未来大厦的地基,当然了,如果你连分析一百个图形, 你都没有耐心坚持下去的话,那我觉得,你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做交易,那就可以止步于此了,因为后面可能会更繁琐,会消耗更多的精力和时间,接下来是第三步,也是最最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一步,也是最重要的一步,深度的复盘和修正, 经过上一步你得到的规律,或者说你总结出来的想法一定是粗糙的,它是没有办法直接用于石盘里面的,接下来你就一定要建立一个,你自己对这个方法深刻的理解,只能通过大量的复盘,把一百变成一千,你要去分析,可能至少一千个图表, 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建议,在这一步你最好选出三到五个品种,最好这三到五个品种分别是不同交易所里看到的品种,然后这个时候建立在你的初步理解之上,找出近几年所有符合的走势和图形, 可以把它保存下来,然后把每一个图形进行分析,只有这样,你才能建立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理解,而且通过总结图形,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更合适更通用的标准,针对止损止盈等等,整个分析的过程,就是一个建立标准的过程,建立标准,首先是止损,因为止损的设定是在建仓之前的,止损的标准是最重要的, 因为盈利的本质根本在于避险,做过期货股票的人都有过一种想法,假如我当时知错了会怎么样,任何一次开仓之后,赚多少,是老天爷赏饭吃,是我们不可控的,但每次开仓之后亏多少,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,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止损的设定标准,那么你就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,让你能在这个市场长久的活下去,接下来是止盈与平仓的标准, 设立止盈,为什么和平仓没有放在一起?因为在这里止盈指的是建仓是你的止盈目标位的实力,而平仓则是在实际走势,在不满足期望时我们做出的行为, 一个合理的平仓标准和一个合理的止盈点位的设立标准,能够让你在后续走势好,或者不好的情况下,保证最大的盈利,最后是建仓和仓位标准的设立,任何一个方法建仓的点位都是最好找到的, 因为你分析足够多的图以后,你会非常明显的发现一个合适的建仓位置,但是难的可能是你之后把握建仓点位的出现,当建仓点位出现的时候, 你能够很好果断的把握住,这才是最难的,所以说需要很多的分析去建立信心,而仓位的话,由日内到长线仓位,最好是逐渐增加的一个过程, 因为如果你不能很好的控制仓位的话,你的盈利和损失是不均衡的,你很难控制一个非常好的盈亏,这会导致你不能长期稳定的盈利。 最后再说一下所谓的心态问题,其实我觉得心态问题,本身就是对自身方法的不自信造成的,很多人今天学了方法,明天就拿去用,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对这个方法产生信心的。 一个方法,你需要去验证它至少一百次,甚至上千次,你才能保证它的有效性,你才能对它建立信心,所以说分析和学习的过程,就是你建立自信心的过程。 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残酷的市场当中稳定盈利,那你就必须要付出足够的努力,足够多的精力去学习,这期,就从如何构建,一套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基础理论潜谈一下。 非常谢谢,下期再见,更多关于具体细节和最新的例子,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查看,有关Discord群的连接,已放在本视频下方。